大家好 我是Coral 現在有很多女生都會追求這個瘦面 她們會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而今天我就會教大家用化妝去做到這個效果 很多女生都會以為瘦面主要是靠遮瑕膏 其實眉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的眉毛畫得太幼或者太短 其實感覺上都會覺得你的面部有很多空間 所以你畫一條適合自己的面型和輪廓的眉型 是對於你的瘦面也很有幫助 而且整體上你的輪廓也會突出很多 所以我們畫的時候要注意到長度 其實眉頭最好可以加入你的鼻影頂部 而眉眉最好過到你眼窩最後的位置 長度會比較適合比例 而初有最好由眉頭到眉封做一次少少 可能會越眉越幼 這樣感覺會精神一點 畫完眉後我們便會開始做這個鼻影 記住鼻影從眉頭開始 到鼻中間就一直直落 而且鼻影是真的一個影 不是一條線 所以打完這個線條之後 記住要向眉頭掃鬆去 其實鼻影在瘦面也很緊張 因為你的鼻影做得好 其實你看到整個面中間的立體感 突出之後 你的臀部便不會只是落在側邊 你覺得比較大或是黑白的地方 其實現在很多品牌都有推出 但我自己會推薦用日本品牌 因為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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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因為偏粉紅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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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不想太成熟 其實你的遮瑕的位置 可以在拳骨的最後方 就在拳骨下面開始 做完臉的側邊 就來到腮骨這個位置 有些女生都不知道怎樣拿這個位置 由腮骨一直滑到下巴 但其實這樣正面看 就會覺得髮尾好像有點髒了 所以我們要記得在腮骨開始 我們有45度角傾斜 慢慢向前推 就不是一筆去到下巴 掃完這兩個位置之後 如果你想效果更自然 其實可以用掃上剩下的shading粉 由額角開始輕輕地 像一個三字一樣 把這兩項shading自然地裂開 到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會做一些highlighting 可能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明明想瘦面為何還會打highlight 但其實當你把臉中央 例如鼻涼和cheat 做回一個立體的感覺 其實那個立體感 會令你的臉更細緻 另外如果你本身的風色 比較有暗瓦的話 做完shading之後 可能你會覺得未必夠精神 所以一些highlight會令你 看上去精神和bright色 因為香港的天氣始終比較潮濕 以及我們亞洲的女生 很多雲合性皮膚 我不會全面地下一個highlighting 主要我會在鼻樑中間 做一些光影 當它移動的時候 看上去的鼻樑 看上去的鼻樑 看完也OK 明天天氣 對於歐陽 我十分可能會看見 我眼睫了 對於歐陽